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主持人李红 你一起来关注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从今年7月18号开始 大陆将再开放六个省区居民赴台旅游 蓝绿提名人全力备战五都选举 赴于台湾中部的台中市接连发生枪击案 台中市长胡志强表态 向黑帮势力全面宣战 正式向黑帮宣战 拦腰之后 为什么黑帮在台中如此猖獗 胡志强要如何打击黑帮势力 稍后的热点透视中 两位台湾嘉宾为您详细节目 5月31号国家旅游局网站公告 海峡领岸旅游交流协会 计划在今年7月18号 再开放大陆的六个省区居民赴台湾旅游 届时大陆31个省区市将全部开放居民赴台湾旅游 7月18号即将开放的这六个省区分别是 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海旅会表示 扩大开放区域之后将进一步做好相关旅游服务工作 保障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是从2008年7月18号开始的 当时是在全国13个省和直辖市市点开放 到了2009年2月扩大到了25个省区市 加上即将开放的六个省区 大陆31个省市将全部开放赴台游 大陆再开放六个省市居民赴台游 台湾观光部门官员31号也表示 他们正在规划解除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人数限制 台湾观光部门官员刘喜林 是在接受台湾经济日报的专访时做这番表态的 他介绍说目前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是有人数限制的 每天只能开放3000人 这根本无法满足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需求 也让台湾的旅游业者抱怨连连 现在大陆又开放了六个省市区居民赴台游 未来人数一定会更多 所以他们正在规划要解除这个限制 刘喜林还说观光部门预估 今年将有90万人次的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 连日来台中市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直为台湾各界所关注 台中市长胡志强已经明确表态要向黑道宣战 31号晚间在胡志强的指示下 40名特警紧急进驻台中协助市政府维持治安 胡志强说他原本以为台中市的治安没有那么差 但是现在发现自己错了 胡志强还介绍说这次入驻台中市的40名特警都配备了重型武器 包括冲锋枪 狙击枪等等 相信对黑道的暴力犯罪会有压制能力 根据以往的记录 这已经是特警第四次进驻台中市 第一次是1999年 特警在台中市长驻了六年 才帮助台中市洗刷了犯罪数据全台湾第一的名声 这次特警再次进入台中 是胡志强改善治安决心的展现 据台湾联合报6月1号的报道 台湾当局驻威地马拉的外事人员林士勋 当地时间5月31号被歹徒绑架 据报道 事发时林士勋正在开车上班的途中 一辆车挡在了他的前面 两名歹徒从那辆车上下来 强行进入了林士勋的车 歹徒要求与他交换座位 这个动作被正在巡逻的警察发现 警察在对这辆车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起绑架案件 并把林士勋救下 报道称威地马拉类似的 抢劫车辆的案件屡见不鲜 过去台湾驻威地马拉人员 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年底五都选举的新闻 首先来看国民党方面 6月1号上午 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表示 他拒绝担任高雄市长提名人 黄昭顺的竞选团队负责人 而代表国民党参选年底 大台南市长选举的郭天才 则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全力拼选举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5月31号 马英九召集台湾当局 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台湾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等人开会 提出希望王金平 能担任高雄市长提名人 黄昭顺的竞选主委 也就是竞选团队的负责人 但是6月1号上午 王金平回绝了 王金平说 他是百分之百支持黄昭顺的 但是立法机构经常要开会 高雄距离台北很远 一直跑来跑去 怕自己身体知不消 他说自己已经给马英九 推荐了两个更好的人选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被国民党提名参选 大台南的郭天才 既是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 又是台湾志愿管理学院的副校长 5月31号 郭天才已经从学校正式辞职 但是对于什么时候辞去民意代表 他没有正面回应 郭天才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将在7月中旬成立竞选总部 还会租用一辆小巴车 作为行动办公室 每天下级层 民进党将年底的五都选举 视为是他们在2012年 能否拿回执政权的前哨战 所以丝毫不放松 积极的筹备选举 以党主席身份参选的新北市的蔡英文 6月1号正式开始了竞选活动 而参选台北市的苏贞昌 也是抢先公布了自己的竞选团队名单 6月1号蔡英文在新北市的淡水 举办首场造势活动 但是民进党的元老苏贞昌 谢长廷 吕秀莲 游锡坤 都没有出席 引发外界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的这场造势活动 名为就是这里迎向胜利 她表示自己要凸显自己的实力 走入新北市的普通民众家庭 体验庶民生活 因为蔡英文是生平第一次参加选举 所以被台湾媒体把这首次的竞选活动 戏称为是处女秀 5月31号 苏贞昌抢在国民党提名人郝龙斌的前面 公布了竞选团队人员名单 其中还有她的女儿苏巧纯 这引发了外界质疑 苏贞昌表示 女儿只是协助自己选举 未来不会干涉台北市的市政 我的家人在我担任公子的时候 从不干预公司 所以我相信这应该可以是 大家看得到家人的关系 跟公司的分级 与苏贞昌竞争台北市的国民党提名人郝龙斌 至今还没有公布竞选团队的名单 对于苏贞昌用自己的女儿复选 郝龙斌回应说 为了避免任人为亲 他不会用家人 我们可以看到 陈志忠 陈信宇的例子 我觉得家人最好不要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来 郝龙斌还介绍说 自己的竞选团队名单将在6月15号公布 来看简讯 5月31号下午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 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在北京举行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瞄准世界城市深化惊台合作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郑立忠 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公 以及大陆各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等 500多人参加了庆典活动 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成立于1990年 是大陆第一家地方性台商组织 20年来北京台资企业协会 在服务台商促进进台交流等方面 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6月1号全国台湾研究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共有来自大陆各地的代表 120多人出席会议 会上提名并通过了台研会会长 副会长等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怀表示 新选出的第六届台研会理事会成员 年龄比过去大幅下降 代表性也更广泛 更加符合涉台研究队伍的现状 据了解会议期间 两岸学者还共同参加了 两岸关系和平与深化学术研讨会 6月1号近400名上海和台湾的小朋友 在上海宋庆龄幼儿园青浦园区 举行了游园活动 孩子们通过游戏手工陶艺作画 和歌舞联欢等形式 欢度自己的节日 上海市台办负责人 向孩子们赠送了节日礼物 这所幼儿园共有50多名 来自台湾的小朋友 他们在这里享受到了 充分的关怀和呵护 台湾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老师们 真的是非常的呵护 也非常的宝贝 在这里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健康快乐的成长 在今年的中志涵儿童绘画比赛中 这所幼儿园的七位台湾小朋友 分别获得了金银铜奖 目前正在上海世博会上海馆展出的 5000幅儿童画 也出自这所幼儿园的小朋友之手 我今年六岁 我是从台湾来的 这是我跟我爸爸用了两天时间 做成的台湾馆 我暑假想要去看看台湾馆的真实模样 据上海市台办透露 目前在上海就读的台湾小学生 有2200多名 幼托儿童有1200多名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中市长胡志强要扫黑了 因为就在几天前 在台中市的闹市区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造成一死一伤 而这已经是一个多月来 台中发生的第六起枪击案了 胡志强说 这些枪就像打在他的脸上 让他很难堪 他要向黑势力全面宣战 那么为什么黑帮在台中如此猖獗 胡志强又将如何打击黑帮势力 就这些话题 我们通过微信连线的方式 邀请台湾的两位时事评论员 来进行讨论 一位是黎建兰先生 一位是唐湘龙先生 欢迎二位 李永好 全球央视的观众大家好 李永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二位好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5月28号台中市光天化日之下 又传枪声 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 使得多起枪击案 刚刚回稳的社会治安问题 再亮红灯 去台湾警方披露 5月28号下午 台中市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 翁琪南正与有人在店里聊天 一名持枪的飞衣男子突然闯入 朝两人连续开枪 造成两人一死一重伤 警方在现场共识获13枚制式 手枪弹壳 据称翁琪南本身就是黑道成员 有不少仇家 他经营地下钱庄 开土厂 曾有人威胁要杀死他 警方分析 嫌犯极有可能是翁琪南 仇家找来的杀手 嫌犯应该是黑道的恩怨 到底是财务上的恩怨 还是他们兄弟 道上兄弟之间的枪家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中市近年来 由于特种行业林立 盗窃与抢劫案件层出不穷 而且由于黑枪泛滥 许多黑道成员拥枪自重 成兄斗汗 有如电影情节般的枪击案件不断上演 令市民人心惶惶 5月31号 台湾警政部门 为遏制台中市黑道的猖狂气焰 下令肩负反恐任务的 维安特警队40人 重装进驻台中市 这批精锐部队配备重武器 包括冲锋枪 狙击枪等 对黑道暴力万罪具有压制能力 他们将昼夜在台中市重要街头 露检维安 发挥威吓效果 恶阻黑道嚣张气焰 事件发生之后 台中市长胡志强称 每一枪都好像打在自己的身上 台中市所做的努力及进步 都被枪声毁灭 所以要彻底向黑道宣战 不让黑道影响台中市的 治安及市民生活 胡志强表示 这几年台中市对讨债公司 及与色情行业挂钩的 黑道帮汇相关行业 都在加紧严厉处理 台中市必须要有严厉的措施 让歹徒知道 在台中犯罪一定不会逍遥法外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 也了解到了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和各方的一个态度 现在警方初步判定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次枪击案 是跟黑帮仇杀有关的 那黎先生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被害人 他叫翁齐南 今年39岁 他是黑道绝对没有问题 那也干过军火 干过绑架 鲁人勒索 也杀过人 那么他在1993年 杀人后逃到泰国 那么1995被泰国带回来以后 坐牢到2005 他才假释出来 假释出来以后 他就开始自己立堂口 就开始收徒弟 然后他是搞赌场的 那么这件案子 他被杀 当然引起震惊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黑道 就是说在这个行刑的时候 这么样公然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猖狂 那么当然就引起台湾 这个整个震惊 我们知道黑道杀人的方式 他有 他行刑在台湾并不少见 但是通常都是暗中行刑 拖到荒郊野外 把你干掉 那这种公开给你行刑 当然他有警告的意味 那警告的意味 那这个时候就表示 这个犯罪 这个歹徒要干的人 不只他一个 还在警告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他的背景 那这个人 他跟一个姓王的 曾经一起开过赌场 那这个赌场 当时很多道上的人去赌 后来没有人去 他也关门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 那就传出来 说里面是炸赌 那炸赌的话 这个数额很大 通常都是几十万开始 那有人输了五六百万 黑道里面 所以大家就说 后来觉得他有炸赌 当然就有人要寻仇 那么在今年这个 农历年春节前的时候 他曾经在一家这个酒廊的时候 被几个带枪的人 把他夹持出去 那夹持出去 是打了一顿的 把他放回来 根据黑道的手法 就是叫你答应 要把人家赌输的钱 加倍奉还 这样才会放你回来 他放出来 可能又没有对这个账 那么所以没有对这个账的时候 这五月初 那个姓王的 就被人家开了九枪 那九枪 八枪是插身而过 那有一枪是穿破肚子 但是捡回来一条命 所以可能就歹徒 就是先杀他横火 然后我杀他逼你交钱 但是那个同伙没有杀死 所以这次过来 就把这个翁其南整个杀 那么他开了十几枪以后 他弹侠用完了 翁其南躲在那个柜子后面 那个柜台后面 结果歹徒很充容的 再去车子上面 再拿个弹匣 然后再把子弹装上 然后过来 就对他眉心再开枪 所以就知道说 歹徒第一个要置他于死地 第二个对眉心开枪 是要他死向难看 然后目的是在警告赌场 其他的这个合伙人 你们要不要把钱吐出来 你不吐出来 那这个当然就是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就像黎先生刚才介绍的这样 听起来这个歹徒 确实是挺嚣张的 而且这个整个这个作案过程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害怕 可能周围的民众 也会非常的恐慌 那么唐先生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也注意到 台中市长胡志强说 这个枪就像打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那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台中市 是怎么来应对的 这个破案的最新进展情况 你了解吗 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胡志强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 大家就会说 那胡志强你到底要怎么办呢 如果再发生枪击案 你是不是要请辞呢 胡志强当然做了一些简单的表态 他说如果请辞的话 似乎就像黑帮低头 他不会请辞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表态 实际上面的作为的部分来讲 胡志强表达了要扫黑的决心 除了在市议会 一些公干的做就的动作 受与上方保健等等 要斩妖除魔 这些形式性的动作之外 比较具体的 今天的台湾媒体 大概也大幅的报道了 这所谓的维安特勤队 也就是目前警政单位 最核心 最精锐的 配有比较强大的武力的 以及包括狙击手等等 这些配置的经过 经过非常长时间专业性训练的 这些就警力方面的 就精锐部队 现在已经进驻到台中市了 这是在过去有过吗 有 其实已经是第四次了 这一次台中市在 胡志强市长任内两度 请求这个所谓的 维安特勤队的支援 在过去所谓的绿营的 绿营在台中市担任市长 时代的张文英 也曾经两度请求支援 这个维安特勤队的进驻 会达成效果吗 老实讲不会 台湾的黑白两道之间 长时间似乎是在跳Tango一样 你进一步 我退一步 你退一步 我进一步 大家就是有一些默契上面的平衡 黑道从来不会扫除 治安也从来不会真正的进化 这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 这已经是好几十年的事情了 我们刚刚提到 所谓的警方的特勤单位进驻 警方的特勤单位什么时候进驻 他其实大部分都在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从警方的判断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快要发生大规模的黑道火拼了 所以警方特勤单位的进驻 他不是为了要去消弭黑帮 而是避免了黑帮的火拼 当我进来的时候 那就是提醒这些在地的这些黑帮 在地的角头 在地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黑暗的势力 你们皮绷紧一点 我来了 你们不要太嚣张 不要让我太难堪 这是白道通常会做的事情 所以台中的治安恐怕不是蓝绿 或者单纯的 就是说这高阶警力进驻 所能够达成的效果 眼前基本上面都只能够暂时的镇压 长时间的解决 还要从经济面 以及地方的文化面着手 那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的一些报道 今年以来台中是已经发生了 多起类似的枪击案 尤其是在这一个多月就有六起 而这些枪击案又大多跟黑帮有关系 那我想请问一下李先生 为什么在台中这个黑帮的势力 作案会如此猖獗呢 台湾的黑道有它的背景 在满清时代就结邦戒斗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特色 那么另外到日记时代的时候 台湾也有一些流窜的流氓 当时日本叫Franja 就是Franja 也有这个 那么后来开始的时候 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就说这种流氓 但是国民党那个时候 在台湾宣布戒严 所以当时有个警备总部 那是让这个 他是抓流氓管兴流氓的 那可是台湾在1987年7月15号解研以后 警备总部开始撤掉了 那撤掉就是地方警察管流氓 那地方警察人住在地方 家人小孩都在地方 所以往往不是流氓怕警察 反而是警察怕流氓 那么刚开始这个解研以后 本来的流氓是强力的是窜在高雄作案 因为高雄过去台南嘉义云林 就是说刚刚湘龙兄讲的台湾西西 李子真 这些通常都到高雄作案 可是当时高雄市有个警察局长 他1988到1992 他是强力的 去可以说掀灭这些黑道 那个叫窑高桥 结果后来这个黑道就窜 窜到台中去了 窜到台中去 结果他们发现台中根本就是黑道的温床 为什么 第一个 中部所有的地方 他能玩的地方都在台中 台中好玩 客人多他就更好玩 更好玩就更多黑道来 这是第一个 当然玩的地方就变成色情 色情就会包藏祸心 那么第二个在台中这个地方 他往山上逃 往海边逃都很方便 再来台中的特 台湾帮派本来有属性 北部是帮派 南部是角头 但是台中有帮派有角头 还有台湾的混 有人混三线混海线 可能三线海线都会在台中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游走型的杀手叫纵冠线 纵冠线也会在台中据点 所以台中的帮派非常复杂 有自己本地的 也有更多的是外来的 另外台中也很特殊 他的房价在台湾是很便宜的 因为他盖了很多房 房价很便宜 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说 在台中租个房子 租个小套房 三五千可以住 在台北要一两万 他在那边住了以后 他又没有什么工作 因为台中工作机会不多 工作机会少 那闲人就多 那闲人多 然后相对的有钱人多 那这个时候整个犯罪就开始 就猖狂起来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台中的背景 民意代表跟派系 跟黑社会的关系非常亲密 也非常暧昧 那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 大概大家都知道 叫金钱豹 这个金钱豹的这个女的董事长 竟然在这个国民党 这个选这个党代表的时候 他竟然是这个台中区最高票当选 那你就晓得这种人脉 那之间的人脉之间的 整个的一个复杂 那么这些黑道后面有明代撑腰 这个警察又有所顾忌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 就是说台中这个情况 就越来越恶化 那听起来这个台中的黑帮势力 如此猖獗 是因为有一些团体和派系 跟这个黑帮势力 能够在利益上有一些互换 我们注意到枪击案发生之后 就是民进党的大台中市长参选人 苏嘉全他立刻就表态说 以他曾经担任台湾内务部门 负责人的经验来看 台中市的治安已经失控了 他还说胡志强做了9年的台中市长 但是没有做好 那么唐先生您怎么来看 这个时候苏嘉全的这样一种表态 苏嘉全他现在代表了民进党 参选了台中市的市长 但苏嘉全和胡志强彼此之间 在治安问题上面的交锋并非始于今日 苏嘉全在过去担任这个 所谓内政部门首长 主管警政业务的时候 台中市也曾经发生过重大的枪击案 那个时候台中市的市长 就已经是胡志强 苏嘉全当时也以就是说 内政部门的这个首长的身分 对于胡志强治下的台中市的治安 多所批评 多所指责 但是那个时候所引起的 就是说媒体上面的反扑的声浪 也非常之巨大 质疑的焦点 质疑就在于说 事实上面 治安绝大部分的警力的调度 都是内政部门 也就是这警政的首长 他们在负责的 地方的这些县市长们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也有这么一点点的权力 可是那些权力是国王的心意 是假的 是骗人的 好 现在因为苏嘉全 他本身要参选台中市的市长 治安问题似乎是 颇适合着力的一部分 除了就是放话想去伤害一下胡志强 平衡胡志强跟苏嘉全之间 在目前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度 的一个巨大的落差之外 能够达成实际上面 治安整顿的效果吗 我个人不是问号 事实上是一个句号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 在犯罪上面来讲 环境如果不能够做根本的改变 任何人的喊话 政治上面的动作 行政部门上面片面的作为 他顶多治标 完全无法治本 我们常常讲暴力 就会导致暴力 暴力 第一个力是力的力 因为这些不管是色情也好 酒店也好 贩毒也好 赌场也好 这些都存在非常巨大的暴力 力的力 但是这些暴力所形成的地盘 一旦引起觊觎或者是争夺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接下去 我们说的暴力 力量的力 暴力所导致的暴力 它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不管是目前的所谓的 维安特勤队的进驻 或者是蓝绿的喊话 它都只能够有片面的效果 胡志强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 民意的支持度 其实大家有的看破这一点 治安其实很难苛求 但是胡志强在其他方面 不管是他个人的魅力 或者说他在文化 在商业层面上面来讲 经营的还不错 所以眼前即使治安发生问题 预期要影响到胡志强的竞选连任 应该还不至于 那刚才唐先生的观点是认为说 无论谁来当市长 都不可能从彻底上来 杜绝这种黑帮势力猖獗的活动 而且这样一种攻防的策略 也不足以对选情产生影响 那我想请问一下李毅先生 您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您认为苏嘉全会不会把治安问题 当作主打胡志强的一张牌 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会影响胡志强的选情 因为第一个台中治安坏 不是胡志强的问题 而胡志强在任内他非常努力 那么在台中有390几家 非法的涉情业 胡志强已经取缔到现在 只剩下8家 而且他的刑事案率 在他任内努力下是有减少的 所以目前来讲 台中市民他心里会有公道 他会知道胡志强很努力了 但是他必须要考虑 未来六个月他要防患未然 因为第一个黑道火拼 根据过去的经验 台湾的黑道老大 为什么都叫仲裁者 就是当黑道出事的时候 他会来解决 如果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决 他会不会报仇 那么第二个 现在要开始选举了 选举 市长的选举 大家比较 不太会有黑道看得见 但是后面是议员的选举 议员的选举 他是真枪实弹的选举 这中间往往就跟黑道有关系 那黑道跟派系 他在这个时候会介入 另外这件事情你不抓的话 黑道气焰会上涨 所以这个胡志强他要防患未然 那当然胡志强如果连任的话 他也要考虑一下 这个过去二十年来台中市就土地重化 造成了很多有钱的闽南话 我们叫藤铁 就是一些土地主都变成那么有钱 然后这个外来人工作机会并不大 他是不是要考虑到像台南有科学园区 高雄也有加工区 新竹也有科学园区 他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些 能够制造就业机会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他当选以后好好去用心吧 那我们下期见到 这个地方就是一条 这边是一个人工作机会的 这边不是一种工作机会的 那我们下期见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工作机会的 是两个人工作机会的 工程机会的